Hello Hello 歡迎收看跟期流行 我是佳琦 自從第一集之後 我們很久沒出外景了 雖然很興奮 但又有點疼愛我 因為今天我們是來告別的 因為疫情關係 幾乎所有訪客入園區之前 都要提早在網上預約到訪日期 留意 預約完成之後 已經登記的資料 包括遊園日期等 都不可以作出更改 唉 我只可以說 看天氣報告是沒用的 祝大家好運 既然一心來和機動遊戲告別 當然一來就乘男車上山了 其實也挺大雨 對 所以不是說山西這個窗嗎 人仰 是大雨的 看著天氣 我就很想唱 但是人生是處處充滿驚喜的 去到第一站月框飛車的時候 又變回南天白運 不過你看 排隊的時候這麼大雨 普通連天都不喜歡我 剛剛我們玩完了 這個 雨中的月框飛 船 那邊 車 濕了 是十個滑爛的 激流 真心 我也不知道那天會融掉 好恐怖 剛剛原本其實是太陽的 但是剛好下天之間 嚇死了 真的很厲害 開手 剛剛我玩了一轉 但原來 Gopo我這樣綁住 也帶不了上車 所以大家趁他還沒刪 之前自己來玩 看看有沒有看到 大家要不要走 我在官方Facebook page找到一些影片 可以讓大家用視覺玩過月礦飛車 其實曾經被譽為擁有全球最佳景觀的過山車的月礦飛車 並不是浪得虛名 你看看這個無敵海景 如果一直是閉眼玩的朋友 真是浪費了 即將退役的月礦飛車 已經投入服務達20年 不過不知是我不幸運 之前差不多每次去都撞正維修無開 幸好在它消失之前 還有機會跟它告別 第二站當然是同樣位於 急流天地園區的滑浪飛船 不說不知 原來滑浪飛船自1984年投入服務 已經運作37年 是園中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機動遊戲 即是這樣 雖然滑浪飛船本身都要濕身 但是下雨這麼大 都是要等雨停的 唉 聰明的大家 見到這個藍天白雲的畫面就知道 又是官方片段了 雖然不少人覺得滑浪飛船悶 但是我覺得衝下去那一刻真是很刺激 經常很怕會整個人飛出去 真是好佩服夠膽不觸實扶手衝下來的人 沿沿! 忆沿! 急灶一下! 152 …無溫嗎? 今天我們原本要告別三個機動遊戲 但是因為三個風球的關係 所有機動遊戲已經停了 我們最後就是成功玩到 滑浪飛船和魚礦飛車 其實已經很幸運了 因為我們進來的時候 已經是一號風球 而且不斷下大雨 所以等了超久才終於玩到 最後一跳樓機就成功 不是 就未能成功玩到 不是成功玩不到 其實我想玩的 但是就拜拜 拜拜跳樓機 拜拜 雖然玩不到 但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些官方片段 名為極速之旅的跳樓機 其實都歷史悠久 服務了大家二十年 可以說是陪著大家一起成長 可惜今年8月31號之後 都要退役了 我現在就看看有沒有什麼 風球下的海原公園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你看看 我的棋我好MK 金毛 MK這裡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人家 相機的座 看單位 吃 看單位 我覺得跟朋友圓沒有一點似的 不算我沒有再睡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集跟期留情再见 记得订阅我的IG 还有不要等到失去才吃真正 拜拜